中佳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曉君 歡迎收看中佳新聞 就是要脫 基隆市長林宥昌大方脫掉外套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不妨多讓 打開外套扣子 兩個人一起秀出秘密訓練後 減中有成的渡男 讓大家來見證 交接給林宥昌市長 那因為擔任健康城市的推手 我們自己當然要率先 減中甩肉 那報紙寫79.8 那是天花板 那不是正確的數字 因為我實際上已經比那個降蠻多的 那每天都在降 每天都降一點點 那我想宥昌市長呢 他是非常有卓越的領導力 改造了基隆 那我想他現在在改造身材 因為本來他就是帥哥 所以我看他是有變瘦 而且好像有點變得比較結實一點 我是真的是為了要接這個 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而且我偷偷的做了重訓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那因為每一次重訓的時間 大概是一個小時 有時候會比較長一點 會到一個半小時 說實在是很辛苦 然後很累 那個一坐下去都是飄汗 那個汗都滴到地上 整灘都是死的 不過辛苦還是有成果啦 我覺得短短兩個禮拜 我覺得體重是有明顯下降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身體好像是變結實了 然後因為有練核心的關係 所以腹部比較有力氣 我覺得背跟腰 以前可能會比較用到力氣會痠痛 我覺得也因為這樣子改善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的健康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生活得更幸福 然後更開心 所以有這個機會 接下文燦市長的一個任務 擔任這個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的理事長 我想一方面替勵自己 二方面也希望讓台灣的城市 能夠往健康城市的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林佑昌靠著重訓減重 鄭文燦則是沒有特別講出如何減重 不過從外觀上 兩位市長的下巴確實稍微變尖了點 身形也變瘦變結實 兩個人少說都瘦了5公斤上下 由於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4月14號在基隆市舉行理事長改選會議 由基隆市長林佑昌當選新任理事長 並且從現任理事長 桃園市長鄭文燦手中交接應信 林佑昌除了宣誓要讓台灣健康城市聯盟 在前任理事長鄭文燦手中 努力推動高齡友善健康城市的目標 奠定的好成績下做得更好之外 原本就是好兄弟的兩個人 看起來格外帥氣開心 原來兩位健康城市聯盟 前後任理事長一起帶頭減重 也成為減重健康的最好示範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從基隆市長林佑昌手中接過獎狀 來自基隆市公立幼兒園 及國小模範生總計805人接受表揚 其中上人國小學生洛家軍 從小與土瑞為伍 一次次挑戰自我 並主動爭取主持校祭典禮 他更是曾經在全校面前介紹自己 介紹土瑞市政 更大方的說 謝謝老天爺給我這樣的課題 我自己也不會跟人家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畢竟我也是個人 我想說那就好好做個人 反正不要去管人家的想法 只要先做好我該做的事情 這樣就夠了 這次會有模範生 我會當他模範生這個機會 其實就是我們班導師也幫了我非常大忙 然後也謝謝身邊的同學 就是這樣包容我 因為我們學校每一屆的六年級的學生 都要在那個上學期的時候 要做一個專題的研討報告 那他就這一次他的專題研討報告 他就報告他向大家介紹說 他是一個土瑞士的兒童 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遭受到一些挫折 反而更加的努力 然後呢希望呢 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一個未來 每一位接受表揚的學生都是學校同學的榜樣 儘管每個人故事和表揚的事蹟都不一樣 但就用市長劉又昌其勉獲獎同學發揮自己 人格特質及天賦成就最幫我自己 現在因為少子化的一個關係 我們在過去教育的一個環境 我記得我小時候一般的學生是五十個人 我們那一班還超收 還收到五十二三個人 但是那個年代聽過去 現在的每一個班級數大概只有二十來人左右 所以我們的教育環境從過去可能是一個初放的一個態度 或者初放的一個環境 到現在可能我們各位校長還有各位老師 必須要有精根的觀念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孩子都是這個社會跟國家的寶 因為孩子越來越少 所以每一個孩子怎麼樣去發揮他們的天賦 怎麼樣給他們更多的一個協助跟支持 怎麼樣去讓他們去認識自己 然後發揮他們自己的一個人格上的特質 這一場模範兒童表演大會邀請了國小表演團體演出 藉由音樂、鼓道、多元的藝術結合 讓獲獎的模範兒童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幼兒園小朋友扮成可愛的小老鼠 上演一齣老鼠取親蒙翻全場 金融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5月1號及5月2號 將進行招生 在完成區區有非營利幼兒園的政策目標後 今年共有5202個名額 比去年大增561名 眾籤率可望超過9成 只要是104年9月2號到108年9月1號之間出生的幼兒 涉及金融市都可以到我們的線上招生系統來登記 我們去年的中籤率第一輪就高達8.9 86.91 第二輪更突破9成達到91.14 所以我們預估在今年大增班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供應量可以百分之百滿足 金融海洋科技博管方面也加入非營利幼兒園行列 將在6月獨立招生 三班合計招收75名幼兒 小班中班大班各一班的幼兒園 總共有75位的孩子是可以入園 那我們的子女我們剛才有盤了一下 我們自己子園的子女大概五六位 所以大概就有60位左右 70位左右是可以對外能夠招收 進到系統之後點選線上登記 填妥相關的資料之後呢 並選擇您要登記的幼兒園 另外今年新增線上報到功能 不論是線上登記或現場登記的家長 都可以在線上招生系統查詢抽籤結果 並完成報到 為了方便家長選擇幼兒園 4月19號到4月23號 詮釋公私立幼兒園將開放家長參觀 我們幼兒園的環境在下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這幾天可以開放實地的去參觀 讓家長們了解幼兒園 他的環境小朋友的學習環境空間等等 教育處方面表示今年8月幼兒園收費再降價 公立幼兒園每個月收費1500元 明年8月將再降價為1000元 非營利幼兒園每月收費2500元 明年8月將再降價為2000元 歡迎全市市林幼兒踴躍報名就讀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 走進巷弄內印尼籍的移工們聚會好熱鬧 牆上掛著基隆清真寺的字樣 你沒看錯基隆第一座清真寺正式掛牌 讓移工們好興奮 清真寺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目前在基隆都沒有可以 比較好的拜拜 就是年輕的地方 那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在一起 溜落感情 然後就可以有好好的拜拜 迎接手作的清真寺 移工們和印尼籍的新住民聖裝打扮 出席禱告及活動 甚至拿出手機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 很開心今天來參加這個 這個新住民的 所謂的正元式的這個起伏活動 起點很開心 然後我希望基隆 因為有這些新住民的參與 有這樣的活動 可以多多的舉辦之下 讓我們促進多元化的文化的交流 非常開心來參與 從2016年起 金融市政府社會處 首次與駐台北印尼經濟代表處合作 辦理了伊斯蘭教開災節活動 而連連舉辦 也奠定了雙邊合作的關係 包括各移民的關懷活動 讓移工們很有感 那今天是一個里程碑 很不一樣的是 他們終於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聚會所 就是他們把它稱之為清真寺 那對他們整個一個文化信仰的一個傳承 以及他們的一個群體的一個生活的一個維繫 都非常重要 那當然現在在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也藉這個機會來宣導 就是說在整個一個聚集的過程裡面 大家要注意到整個疫情上面的一些 預防還有公共衛生之類相關的 那我們期待這樣的一個 據點的一個設立 這樣的一個清真寺 能夠讓我們的印尼籍的朋友 在我們基隆能夠感到更自在 然後更舒適更幸福 基隆首作清真寺成立 說凝聚穆斯林教徒有個聚會祈禱場所 也連結了新住民和義工的情感 讓基隆展現多元的文化城市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位於大沙灣歷史文化園區的 教官眷社與要塞司令官邸 在去年修復完成後 因為疫情關係採團體預約導覽 在民眾不斷爭取及近日疫情區緩下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宣布 即日起 每週六日將開放民眾自由參觀 過去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開放參觀的 官邸的參觀活動 會從這個星期六開始啟動 也就是六日我們會重新恢復 大家可以自由參觀官邸的部分 那上線的人數是30個人 如果現場人數超過的話 我們會請大家站 就是排隊等候一下 那校官眷社的部分 因為周遭還有景觀的工程 在進行中 所以這次沒有列入在開放的範圍內 同時兩處古蹟從即日起 也將以接到美術館的概念 在每天晚上六點點燈 讓整個基隆就是一座博物館 這些修復完成盤點出來 如何的在地用 以及如何幫我們整個周邊環境 去營造出一個優良的 然後是大家喜歡的 而不是只有看而已 還可以去參觀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讓我們整個基隆 當作一個博物館 副市長李永發示範 將迷你版站牌放進沙坪裡 這些沙可是來自全台第一座海水浴場 大沙灣的古蹟沙 沙坪裡的站牌 則是當年金融市政府汽車管理所 營業的第一條路線 所行駛的各站名稱 為了慶祝要塞司令官邸建成90週年 4月17號4月18號首次週六日開放參觀 前10名身份證莫馬為9或0的參觀民眾 就可以獲贈一瓶限量的大沙灣古蹟沙 這來自古蹟的沙 也是來自台灣第一個海水浴場的沙 這是真真實實從校官眷舍的 大沙灣海水的遺址中挖出來的 那這10個沙現在看到的15個沙坪裡面 它剛好有15個站牌 就是當時在民國三十幾年的時候 流水巴士從火車站到八尺門有15站 那這15個站牌我們把它裝在這個沙裡面 會送給民眾 挖掘方面也同步舉辦徵集老宅美造的線上活動 參加民眾也有機會透過抽籤方式獲得大沙灣古蹟沙 歡迎大家一起來基隆逛古蹟 感受融融的歷史文化氛圍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每周三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關心市政做回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慈雲寺的財神殿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總是吸引大批信眾來到慈雲寺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雲寺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喔 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慈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慈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略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慈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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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雲寺正在興建新的庇護工廠 需要經費來建置 所以他特別到現場來呼籲大家多多支持 熊米屋 在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熊米屋的我們的製作工廠 然後來陪同熊米屋的小魚兒 一起來做我們的這樣的一個餅乾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在支持熊米屋 他們在基隆地區興建新的熊米屋的大樓 第五工廠大樓 那現在的過程當中希望各位好朋友來支持熊米屋的餅乾 讓他們能夠募資完成他們整個大樓後續的興建工作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服務基隆的心智障礙的小朋友 那我們是叫他們小魚兒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他們在這裡面慢慢生活 然後接受一些生活上或是作業或是就業上面的訓練 然後將來能夠慢慢進入社會或是進入職場 那這是我們日常在做的工作 那我們其實目前最大的一個目標就是希望讓他們靠自己的力量 然後來把我們這一個家園把它蓋起來 因為目前呢就是因為家園的部分 我們的硬體的部分是我們是用銀行貸款 可是軟體的部分我們就是希望要有藉由募資的活動 然後來大家支持我們 然後來讓我們能夠很快能夠進駐到我們新的一個家園 我們小魚兒基金會我們沒有主動 向社會大眾主動募款發起募款 那最主要呢是因為我們希望孩子能夠靠他們自己的力量 然後來打造他們自己的未來 所以我們常常跟他們說 你們要像社會大眾的每一個年輕人一樣 你們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打造你們自己的未來 所以大家都他們都非常的認真而且非常的努力 那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多多了解他們的認真的努力 然後能夠多多支持我們 那我也很感謝蔡世英委員 他在蓋我們這棟大樓的時候有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幫忙 如果不是立委這樣子幫忙的時候 說真的我們這一棟大樓是沒有辦法完成 沒有辦法蓋起來的 另外呢日前公布的公都猛評鑑結果 蔡世英也纏連的優秀立委 蔡世英也說明他非常感謝基隆鄉親的支持 讓他在國會可以多方面的協助基隆跟中央各單位溝通 他還向市民報告 針對基隆的交通 教育 民生 身心障礙 福利政策 許多市民關心的大小事 他都會繼續的努力爭取協調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根據基隆市環保局清潔隊的統計 基隆市每個月大約接獲有20到30件 一年大約有300多件街頭流浪狗狗 以及貓咪的大體需要減食處理的事件 那依據我們過往的經驗 我們以前大概一個月有碰到20到30件 大概有這個動物的死亡的事件來跟我們通報 那一年的話大概也是有300件左右 所以我們這次大概就做了300個的這個指向 大概準備一年的量 那耳後的話 我們對於我們的親戚辦 我們會將指向劃給他們 那如果有碰到民眾來稱請這個 這個貓或狗的這個大體需要處理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很慎重 那很尊重他們這個心靈 那愛護這個動物 將他們的這個大體裝到指向以後 然後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以往就只能夠用簡單的塑膠袋包起來運走 日前在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積極爭取 以及基隆市環保局支持下 環保局清潔隊特地委外製作 基隆市街道犬貓遺體專用箱 將從4月19號開始使用 讓這些小生命有尊嚴的走完最後一程 希望基隆尊重生命的概念 然後我們來可以製作一個貓犬遺體專用的指向 讓這些我們所謂的貓小孩們 死後可以更有尊嚴的離開 更體面的離開 那也感謝我們環保局 願意提撥這個經費 然後特別製作了300個貓犬遺體的指向 並在下禮拜一開始會正式實施 未來只要民眾通報環保局的時候 有發現到這些浪浪的遺體的話 我們都會用專用的指向 來為這些我們的貓小孩們 讓牠們風光體面的離開 那當然基隆市其實也未來要朝向 更友善的友善動物城市 秉均也會來持續不斷的爭取 我們動保相關的一些的福祉 不論是寵物公園或者是24小時救援 甚至有一些更多的福祉 秉均會再持續爭取 讓我們基隆會成為一個友善的城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走進這家位在基隆地標最高大樓裡面的 餐酒館不但燈光美氣氛佳 餐廳主打的招牌餐點 更吸引四位行南市議員 莊敬勝 童姿偉 林敏勳以及林佩祥 難得聚在一起吃美食餐點 不但料好實在 連餐點的名字也都取得下下叫 與眾不同 包括小莊議員點的 離岸戰火小捲墨魚燉飯 這墨魚一吃就知道是我們外木山本港的 真是好吃 而且這個墨魚燉飯煮得非常烹調的非常的好 像我們台灣人說的 基隆的布 它是非常有營養價值的 值得大家一起來品嘗 紫偉議員指定的咖媽店之意 鮮蝦奶油義大利麵 鮮蝦是來自於我們 北台灣最大魚市場 咖媽店的這個主產 它讓這個義大利麵完美的融合在裡面 然後我們這個義大利麵呢 跟奶油呢 它也是一個非常 在廚師的巧手之下 很絕妙的組合 所以我想來到這家餐廳 絕對物超所知 歡迎大家一起前來 敏勳議員喜愛的 黃氏狩獵松露雞腿奶油燉飯 那剛才第一口咬下去這個松露 我剛偷偷問了一下老闆 是來自克羅埃西亞 進口的松露 那真的是 這一招真的是一個高貴不貴的料理 那非常是 價格很親民 但是那個吃起來 是非常高貴的一個享受 那尤其是這個雞腿 一吃下去那個 鮮嫩的感覺都跑得出來 沛翔副議長最愛的 五味的抗拒牛小排 這邊的牛肉是用US Choice 也就是在台北 像是五星級飯店主要用的牛肉 那不過在五星級飯店 在台北的五星級飯店 他們用的牛肉 通常12盎司 他們會做兩人份 而他們做的擺盤也好 還是他們配菜 精緻度差不多跟這邊一樣 但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今天在這個 美式運動酒吧這邊 所吃到的價格 是相當於台北的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是一個 絕對是個物聯嫁美的好地方 或許不少人以為 北餐酒館就只是賣美酒的地方 其實不然 餐廳營造的氣氛 除了適合享受美食之外 坐在吧檯點杯五酒精飲料 和好友們聊聊天 放鬆自己同樣很帥很美麗 如果在嘉典餐廳的豪華炸物拼盤 享受獨家外酥內軟 25公分長的炸透抽 就更加享受人生了 基隆的海鮮就是以它的新鮮 因為它在產地 那我們擁有套抽是用25公分大的一個套抽 那其實我們其實在採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知道 就是新鮮的套抽 現流的套抽 跟冷凍的套抽 它其實價差是大概有三倍之多 酒不醉人人自醉 來這家餐酒館不用喝酒 光是享用美食餐點就有這樣的感覺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松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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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送回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懂得聰明選車 繳納排道稅 我也有